最近行動黨又說水務局將財產和債務交給中央政府之前 在英國拿回來州議會通過 因為大家知道中央政府在這幾年開始推行 將全國的水務交給中央政府管理 主要原因是個別州的水務公司沒有這樣的能力再去貸款或借錢 因為做一個水壩都是幾億的 所以很多州政府雖然說是有錢賺 有錢賺 像非力州、冰城都有錢賺 但你沒有這樣的能力去發展 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將你的水務做得更加好 所以大家協調之後 冰城也決定將他的水務財產和債務交給中央政府 所以冰城在去年州政府的債務 被90%被中央政府拿了 但林觀英不說 那90%是因為他將水務局的財產全部漁交給中央政府 只不過是拿起債務的財務 所以非力州也正在進行中 所以我相信當水務時務交給中央政府之後 我們的州政府債務也應該85%將會被消除 只剩下15%的債務 所以我時刻也都可以去幫你說 Sumplit在三年裡面 幾有本事 將85%的債務還差 但我們不要用這個方式去誤導人民 最嚴重的就是他們用相同標準的方式來誤導人民 為何你在冰城那裏 交給中央政府之前 你又沒有拿上州議會去通告 但在這裏為何要拿上州議會去通告 你現在就要拿上州議會去通告 所以我現在就要拿上州議會去通告 你再拿到那裏 你再拿給我 你再拿到這個方式去誤導人